大家好,做这个生意的关键在于与人打交道。 你们发现了吗? 当然,任何一种生意都需要与人打交道。 只有我们帮助别人解决问题,我们的生意才能够存在。 你们是带着问题来参加这个周末聚会的吗? 我是带着问题来的。 我为什么要来参加周末聚会? 对,因为我希望通过这次周末聚会解决我的问题。 其中一个问题是,我产生了挫败感。 你们是否也在生活中有过挫折,产生过挫败感? 你们想解决这个问题吗? 你们真的想解决吗? 那你们来对地方了。 不过,要想解决问题,你们一定要认真听。 有些人承认自己生活中遇到问题,但是却不愿意采取行动,做出改变。 没错,他们每天都会起床,每天都去上班,完成老板下达的任务。 一天工作结束,他们下班回到家里,已经筋疲力尽,没有力气管别的事情。 但是,他们心里有挫败感。 我年轻的时候,也遇到过类似的困境。 我以为,只要我加倍努力工作,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但是,朝九晚五的工作只能带来低微的收入。 你的梦想和追求是很难靠打工来实现的,所以你的心里会感到越来越挫败。 我记得,年轻的我对未来抱有很多梦想和希望。 有些人知道我的背景,有些人不知道。 说实话,我是在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长大的。 但是,我们的父母很明确地告诉我们,他们赚到的财富,那是他们的财富,不是我们的。 我们只是搭个顺风车而已。 所以,我们小时候的生活是很糟糕的。 虽然,我们住在小区最大的房子里面,拥有最豪华的生活方式。 但是,我们的父母很重视我们的教育。 他们教我们建立正确的价值观、道德观,让我们懂得努力工作的价值。 他们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想拥有成功的人生,这个生意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他们并没有勉强我们去做这个生意,而是他们激发了我们的渴望。 我爸爸喜欢收藏汽车。 耳濡目染之下,我也喜欢汽车。 我总想试一试,我爸爸收藏的汽车,为此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八九岁的时候,我就偷偷地把我爸爸的车开到院子里去。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接触到许多让我大开眼界的事情,打开了我对美好人生的想象。 你们试过,用力伸展身体吗? 比如做伸展运动,用力拉伸,直到产生痛感。 你们试过吗? 他们说,做伸展运动的时候,如果你不做到产生痛感,那就没有意义。 你一定要伸展到绷紧,或者产生痛感的程度,否则伸展运动就没有效果。 你们听一听,我爸爸的演讲就知道。 我爸妈喜欢讲精神上的伸展运动,喜欢谈精神伸展的好处。 我们这个生意是一个看业绩的生意。 有些人做一份工作,往往定时上下班,工作的时候拖拖拉拉。 我总觉得,我工作的速度越快,时间就过得越快。 我工作的越慢,这一天的时间就越慢。 我努力工作,尽可能的提高工作效率。 我做的越多,完成的任务就越多。 如果我一天内就能把一天半的工作完成, 那我一个星期就可以干一个半星期的活。 长此以往,我就可以实现超越,跑赢其他人了。 所以,在过去四十多年的人生中,我想方设法的努力工作。 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你努力做这个生意, 你能够取得的成就,一定会令你大吃一惊。 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开始做这个生意了。 多尔、史蒂夫和我都是如此。 我们每天每周都会做一些工作,为我们的父母工作,帮助他们建立这个生意。 在他们身边,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们看着他们如何工作,看着其他生意人如何工作, 我们从中受益匪浅。 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超越平均水平并不是什么难事, 成为领导者也不是什么难事。 领导者也不是永远都那么厉害。 得到别人的认可,比别人表现得优秀一点点, 就可以成为领导者。 要成为领导者,要比别人优秀, 你只需要有决心,而且愿意努力进步就行。 我总是希望自己取得进步, 所以我总是思考如何让自己做得更好一些。 小时候,我跟朋友们一起做傻事, 那时候我就在想, 我这是在干嘛? 我要一直这样下去吗? 还是要认真一些? 毫无疑问,我们都是喜欢玩乐的, 但是有时候,你得认真一些。 如果你方法得当,学会如何伸展, 你可以享受更多的轻松, 不用承受那么多的压力。 怎么样才能做到呢? 首先,你要想一想, 自己这辈子想要写什么? 你要把它们都写下来, 每天都读一读, 你要看看别人的成功故事, 你要激发对成功的渴望。 我也不知道如何才能成功, 我也不知道成功需要付出多少时间, 但是我知道, 我想要成功。 有些人一事无成, 却自欺其人, 我不想做这样的人, 我要做成功人士, 银行里有存款, 生活丰富多彩,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而不是羡慕别人。 我想要的成功, 是我自己定义的成功, 而不是基于他人标准的成功。 我也在疑惑, 这是可以实现的梦想吗? 我要像别人一样, 才能取得成功吗? 我害怕像别人一样, 我只想做自己, 我不想成为任何人, 我要有自己的风格, 自己的行事方式, 我想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 二十年, 三十年以后, 我和多尔史蒂夫的生意, 都仍然在世界各地不断增长, 就像我们当初一起, 开始做这个生意一样。 我以前讲过我们的故事, 有些朋友可能还没有听过,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 九十年代初, 我和多尔史蒂夫一起商量, 我说, 兄弟们, 我们要谋划谋划, 爸爸妈妈好像是说真的。 我爸爸总是跟我们说, 你们最好自己来做, 我们是不会给你们留什么东西的。 他就是这样说的, 我还录了视频呢, 于是, 我们几兄弟聚在一起商量, 我们觉得要开始把这个生意做起来。 我们要把生意做到世界各地, 所以我们必须做出承诺, 这是对自己的承诺。 你们想要这个生意吗? 我当时就问多尔和史蒂夫, 你们想要这个生意吗? 在接下来的很多年里, 我们不停地在外奔波, 我们几乎住在飞机上。 我练就了瞬间入睡的本领, 只要一上飞机, 我就可以睡觉, 坐飞机要十几二十几个小时啊, 这一段时间怎么样才能过得更快? 我想, 如果我疲倦到了极点, 或者在起飞前几天不睡觉, 那我一上飞机就可以倒头就睡了, 醒来的时候大概就离家不远了。 我讨厌长途飞行, 但是为了拥有更美好的生活, 我们需要做很多事情, 其中一定会有我们喜欢做的, 也一定会有我们不喜欢做的。 我们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 是为了能够做更多我们喜欢的事情。 我们很多人每天都倍感压力, 因为每天都要去上班, 否则就没有收入, 没有收入就没有办法支付这个月的账单。 每天早上起床不用上班, 那种没有压力的幸福是任何事情都比不上的。 我拥有这种幸福已经很多年了, 我拥有这种幸福已经很多年了, 现在我什么都不用担心, 我们有钱支付账单, 我们的生意做得很不错。 你们也可以像我们一样, 只要渴望足够强烈, 任何人都可以像我们一样。 这个生意就在这里, 你随时可以开始, 但你必须投入进来, 必须做出承诺, 对自己, 对伴侣, 对家人, 对领导做出承诺。 如果你想取得成功, 那你一定要承诺付出努力, 要在脑海里默默提醒自己, 每时每刻都要提醒自己, 你每天都要付出努力, 无论你做什么事情, 如果做不到每天坚持, 你都无法让自己成为行家离手, 如果做不到每天付出努力, 你至少每天要提醒自己。 有些人会觉得, 每天坚持, 那太累人了, 我想说的是, 如果一辈子每天都给别人打工, 那一定会更加累人, 更令人沮丧。 你自己要做出决定, 你必须为自己的人生做出决定。 在今天的聚会上, 每一个演讲嘉宾都做出了自己的决定, 他们做出了决定, 他们做出了承诺, 而且他们为自己设定, 最后期限, 最后期限会让我们大多数人, 提高效率和水平。 我们大多数人都讨厌最后期限, 但是, 有了最后期限的压力, 我们大多数人都会表现得更好。 说到底, 我们每个人都面临自己的问题, 我们每个人都有提升的空间。 如果你的问题是财务方面的, 那你今天来对地方了。 如果你的问题是人际沟通方面的, 那你也来对地方了。 这里是一个课堂, 我们来到这里就是来学习的, 我们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做到钻石, 我知道你们有些人心里在思考, 嘴上却沉默, 如果你们希望像我一样, 那你们就得听到脑海里在思考, 但却没有说出来的声音。 我们都有自己的问题, 我们的思考有多深入, 我们的事业有多远。 我不想你们到了我这个年龄的时候, 才后悔, 才跟自己说, 要是我早一点开始做就好了。 我自己也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 没有哪一个演讲嘉宾是完美的,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那些比我们成功的人, 似乎轻而易举就成功了, 他们不像我们付出那么多的努力。 有些人在来这里的路上仍然会这样认为, 所以我们要多思考, 更深入的认识, 制定好计划。 成功是一个过程, 没有拼搏就没有胜利, 如果不是为了胜利, 我们根本就不会拼搏, 无论你做任何事情, 不拼搏就不会胜利, 因为轻而易举的得到, 并不是真正的胜利。 没有痛苦, 没有挣扎, 没有伤痛的成功, 是淡然无畏, 不值一提的。 所以, 如果你感到挫败, 如果你正在挣扎, 那就对了, 说明你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你所处的位置是最合适的。 很多人在挣扎的时候会担心自己是否偏离正轨, 不用担心, 你在挣扎, 说明你就在正确的道路上。 如果你感受到挣扎的痛苦, 那说明你距离成功更近, 而不是更远了, 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站在台上的每一个成功人士都经历过这个阶段, 甚至现在仍然还身在其中, 如果他们已经是钻石, 想更进一步做到行政钻石, 他们就会经历挣扎, 就会感到痛苦。 你会问, 我已经是钻石, 我怎么样才能做到行政钻石或者双钻石? 其实你要做的事情, 都是一样的。 我爸爸也经历过这样的挣扎, 他从来不喜欢旅行, 但是他这一辈子永远都在旅行。 我妈妈喜欢旅行, 但是我爸爸不喜欢。 刚加入的时候, 我爸爸经常出差, 他要学习怎么做, 在学习的过程中, 他也犯错误, 但是在旅途中, 他总是寻找令人兴奋的目标, 总是寻找值得期待的事情。 在他结识新朋友, 与他们建立友谊之前, 他做出了决定, 他告诉自己, 他要爱更多人, 要对更多人感兴趣, 他要吸引更多人, 无论去什么地方, 他都要找到自己最喜欢的伙伴, 于是他在旅途中就有了期待。 我们都喜欢舒适。 在家里, 我们有最喜欢的椅子, 最喜欢的位置, 我们喜欢待在那里, 但是, 如果你想拥有成功, 你就得走出舒适区。 成功是相对的, 你们听过这句话吗? 成功就是将一个有价值的梦想, 一步一步的实现。 这意味着什么呢? 一个有价值的梦想, 一步一步的实现, 那是一点一点的向前, 一点一点的进步。 只要你取得进步, 那就是成功。 很多人在挣扎中感到无比挫败, 所以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进步, 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取得成功。 当然, 你必须投身其中, 坚持一段时间。 我们设计了一些冲刺计划, 为期30天, 60天, 90天, 帮助你们形成良好的习惯, 走向成功。 有人说, 你每天坚持做同一件事情, 坚持20到30天, 你就会形成习惯了。 这是培养习惯的最佳方式, 不管是好习惯, 还是坏习惯, 都是这样养成的。 大脑的适应性是很强的, 如果你每天做一件没有好处的事情, 连续做30天, 你就会养成一种习惯, 那是不好的习惯。 坏习惯是养成的, 好习惯也是养成的, 道理完全一样。 但是, 有时候, 好习惯比坏习惯更难养成。 我经常在想, 为什么好习惯, 正确的习惯, 总比坏习惯更难养成呢? 原因在于, 我们要做正确的事情, 只有经历过挣扎, 我们才会有所回报。 大多数的人不想经历痛苦的挣扎, 他们会选择逃避, 逃得远远的。 但是, 无论你做什么事情, 包括任何一种体育运动, 每一个教练都会要求艰苦训练, 因为他们要为艰苦的比赛做准备, 要为即将到来的考验做准备。 为什么呢? 他们希望自己带领的团队能取得更多成功, 赢得更多比赛, 所以他们要做好一切准备。 我们也希望帮助你们为取得更多成功, 做好准备。 但是, 归根到底, 你们自己要做好准备。 我的大脑就像海绵一样, 我不停地学习, 不停地汲取知识。 很多人跟我聊天, 他们会问我, 你怎么知道, 那么多? 我说, 读书啊? 当然, 我不是每时每刻都在阅读, 我还有很多别的事情要忙, 我只是尽可能地多阅读。 我想知道更多, 我希望自己更加博学, 掌握更多的信息, 有了丰富的知识, 无论别人跟我聊什么话题, 我都可以聊下来, 所以我可以自信地与人攀谈。 以前我很怕跟人交谈, 认识的人还好, 如果是陌生人, 我会感到害羞, 觉得不自在, 所以我不喜欢和陌生人交谈。 我二十二三岁的时候, 是我人生当中最受挫折的时候, 我已经在做这个生意, 但是进展很不顺利, 那时候我贷款新买了一辆跑车, 我喜欢开新车, 但是我不喜欢付钱, 于是我开始还不上贷款, 我的财务状况出现了问题。 我告诉自己, 要做出一些改变了, 我鼓足尽头, 开始采取行动, 我当时所做的一切, 也是你们应该做的。 我是怎么做的呢? 我开始做正确的事情, 我知道那是正确的事情, 在遇到挫折的时候, 我告诉自己, 一定要重新站起来, 一定要重回正轨, 因为我再也不想经历 付不起账单的日子, 我一定要克服挫折, 这是我唯一的希望, 我一定要去试一试。 成功当然不可能一蹴而就, 但是我开始养成好习惯了, 我开始阅读, 多读文字, 少看图片, 我开始花时间提高自己, 挖掘自己的潜力, 我去看看自己想要的东西, 激励自己努力, 我贷款买的车还在, 只是延期还贷而已, 我努力伸展, 努力成长, 努力发展这个生意, 我绷紧了一口气, 发誓一定要成功, 以至于有时候, 我甚至以为自己要精神崩溃了, 我每天到凌晨两三点还睡不着觉, 但是这些辛苦的日子, 让我重新站起来, 重新振作起来, 继续往前冲, 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犯错误是难免的, 只要你做了, 你就会犯错误, 无论你做什么事情, 无论在任何时候, 你都有可能犯错, 但是遇到挫折, 你要重新振作, 你不能一蹶不振, 如果你不想犯错, 那你只能什么都不做, 就算最优秀, 最厉害, 最出色的人, 他们也会犯错误, 既然如此, 我们每个人就不必苛求自己, 不要看清自己, 要相信自己的能力, 对于我们自己, 我们不仅不应该看清, 甚至应该看高, 你们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做钻石, 只要渴望足够强烈, 你就能做得到, 关键在于你的渴望是否足够强烈, 你的导师会找到你, 跟你说, 你就是对的人, 然后事无巨细的帮助你吗? 不会的, 你应该主动去寻找导师, 而不是等导师来寻找你, 导师是帮助你实现梦想的人, 你要去寻找这个人, 一定要把他找到, 把你的梦想告诉他, 让他带领你踏上成功的旅途, 当然, 你时时刻刻都要为这个旅途做准备, 你要参加继续教育, 要阅读推荐书, 要听CD, 要主动与人攀谈, 要训练做生意的技能, 要出去讲计划, 要丰富自己的名单, 要寻找新人加入, 帮助他们起步, 要做什么, 该怎么做, 全部都清清楚楚, 不是每一件事情, 而是最基本的事情, 你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出调整, 你不能完全跟别人一模一样, 因为别人的性格不同, 理解方式不同, 在阅读的时候, 遇到不懂的地方, 你要懂得寻找导师的帮助, 你把问题提出来, 他们才能帮助你, 向你解释, 手把手教会你, 教你如何与人交谈, 如何给人打电话, 如何邀约, 推荐对象, 如何与陌生人攀谈, 不要幻想一步登天, 但我们一定要迈出第一步, 我们必须从某个时候行动起来, 有时候, 我遇到一些人跟他们聊天, 我发现他们似乎找不到重点, 真不知道他们能到达何处, 在昨天的聚会上, 我说起好几个星期以前的一次经历, 我跟一个新朋友聊天, 他已经84岁, 我向他提问, 对他的思维方式提出挑战, 我给他的一些问题, 他没有办法回答, 那天聊完之后, 他可以告诉自己, 以后千万不要再跟我这样的人聊天, 或者他可以假装从来没跟我这样的人交谈过, 或者他可以告诉自己, 他问了我一些问题, 我答不上来, 我现在不知道自己相信什么了, 我以前的信念, 真是我自己相信的吗? 在外面的世界, 很多人不相信, 一个普通人能够在这样的生意里取得成功, 他们就是不相信, 他们听过很多负面的故事, 如果一个人对一件事一无所知, 那他就很有可能不支持这件事情, 大多数的人都是如此, 因为不了解, 所以不支持, 或者他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所以不支持, 我们可以从家长的角度来思考, 我相信, 大多数人家长都会送孩子参加运动, 参加体育运动, 是让小孩子保持专注的好办法, 体育运动都是看成绩的, 参加运动能让孩子有事可做, 让他们忙碌起来, 他们就不会去惹麻烦, 而且他们还可以在运动中学会团队协作, 结交朋友, 参加运动可以带来很多好处, 如果你们家孩子从小训练一种体育运动, 他们达到职业水平的概率有多大? 这个概率并不大吧? 但是我们仍然推崇参加体育运动, 仍然送孩子去参加体育训练, 没错, 我们会发现, 有些孩子的表现就是跟不上, 有些孩子训练了一段时间, 不愿意继续下去, 虽然表现很不错, 但是他们志不在此, 或者他们觉得运动这条路走不远。 在我小的时候, 我爸爸就跟我说过这些事情, 有一天放学后, 我在停车场跟朋友们打篮球, 我爸爸来接我, 那时候我大概13岁吧, 爸爸问我, 杰夫, 你长大后想做什么? 我是一个害羞的孩子, 所以每当他这样问我, 我都会回答说, 我不知道, 我想做你做的事情。 这是很简单的回答, 但是爸爸告诉我, 记住, 如果你对体育感兴趣, 如果你想选择运动这一条路, 那也很好, 但是你要记住, 不要停止训练大脑, 身体强壮很重要, 但头脑发达的好处, 比身体强壮的好处更加持久, 所以我们要多准备几个方向, 不能一条路走到黑。 我爸爸加入这个生意, 他知道要学会如何跟别人介绍这个生意机会, 他也了解普通人的生活和收入水平, 他知道普通人每年能有多少钱可以花, 那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事情, 今天的情况并没有什么不同, 大多数的人并没有存下多少钱, 他们到了我这样的年龄,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存款的。 我爸爸总是强调, 我们不能只有一个收入来源, 现在增加收入来源应该比以前容易, 因为网络时代创造了很多机会。 虽然机会更多了, 但是事情仍然要靠自己做, 你必须有梦想, 有冲劲, 有欲望, 才能抓住机会。 有些人问我, 杰夫, 你说的梦想和渴望都从哪里来? 你要体验过才知道啊, 如果你说你没有胃口, 我会建议你尝试一些平常没有吃过的美食, 培养一下自己的胃口, 我们可以从培养自己的胃口开始。 小的时候, 一般情况下, 父母吃什么, 我们就吃什么。 后来我交了第一个女朋友, 我去女朋友家吃饭, 他们家吃什么, 我也跟着吃什么, 其中有一些食物, 我从来也没有吃过的。 我不好意思不吃, 所以我就尝试了一下, 就算不好吃, 我也不能说, 以免冒犯人家。 尝试的多了, 我的胃口就开始适应更多口味。 后来我们到世界各地旅行, 到陌生的国家, 我们找不到自己吃惯的食物。 现在全世界越来越相似, 包括食物, 生活方式等等都是如此。 但是无论我去哪里旅行, 我总是随身带着橱虫喷雾, 晚上睡觉之前, 我必须喷一下酒店床铺, 这可是痛苦惊艳得来的教训。 我曾经早上起来浑身搔痒, 当时我根本没有想到是床铺有床尸, 我以为是被蚊子咬了呢, 还疑惑是哪里来的蚊子。 后来我就学聪明了, 我们就是这样学习的, 我们在经历中学习。 我不想再被床尸咬了, 所以睡觉之前要喷杀虫剂除虫, 这是我从亲身经历学来的经验。 现在那家曾经有床尸的酒店已经重新装修, 但是我们上次来的时候, 那是四五年之前, 酒店十分破旧, 确实到了该翻新的时候。 正好疫情来了, 他们抓住这个时间窗口, 将酒店彻底翻修了一遍, 所以洗手间是全新的, 地毯是全新的。 但是墙上的挂钩似乎有问题, 洗完了澡后, 我把毛巾挂上去, 挂钩却掉下来了, 我有点惊讶, 怎么回事, 不是翻新了吗? 挂钩并没有用螺丝固定在墙上, 我观察了一下, 挂钩的一端是橡胶, 另一端只是塑料, 现在挂钩掉了下来, 附在墙上的东西不知道跑到哪里, 我找不到了, 但是毛巾必须得挂起来, 我应该是第一个遇到这个问题的人, 我想办法把挂钩附着在墙上, 别的问题我管不了, 但是我得解决我当前面临的问题。 我之所以讲这个故事, 是希望告诉你们, 不要以为成功人士就不用处理挂钩掉下来这种琐碎问题, 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关键在于你遇到的问题越多, 解决问题的经验越多, 你做事的效率就会越高, 得到的结果就会越多, 取得的成功就会越多, 你得到的快乐会越多, 所以只要你愿意, 你可以规划一种更自由的生活, 实现你每一个梦想。 我们要注意选择交往的朋友圈, 避免受到负面影响。 你们知道什么是世界上最简单的工作吗? 那就是挑毛病。 大多数挑毛病的人, 他们针对的对象都是做事情的人, 对于一个什么都没做的人, 就算你去挑毛病, 别人也不愿意听。 所以挑毛病的人, 总喜欢把火力对准那些做事情的人, 那些渴望改变人生, 拥有更美好生活的人, 或者对准那些有所成就, 不容小觑的人。 所以我们要小心周围的环境, 在我们身边总会有人质疑, 你为什么要做这个生意呢? 你为什么那么努力? 为什么投入那么多时间? 为什么去参加那个活动? 对于这些疑问, 最好的回答就是, 你跟我一起做, 你就会明白了, 为什么不跟我来看一看呢? 我要提醒你们注意, 依靠你自己的努力, 你就可以建立这个生意, 成为成功人士。 我爸爸看到这个生意机会的时候, 他告诉自己, 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这个生意, 我够优秀吗? 够聪明吗? 我都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我可以找到六个比我聪明的人, 他们既有能力, 又愿意做这个生意, 如果我能找到, 那就说明我足够优秀。 他确实成功了, 他找到的聪明人远不止六个, 就算是我爸爸这样的人, 在加入的时候, 也曾有过这样的想法, 而他现在的生意做得很棒。 这件事情本身就能说明很多问题, 理查迪威士和杰温安诺创立这个生意, 因为他们需要一个机会, 他们希望通过这个生意养家糊口, 他们想明白了一个道理, 我们要养家糊口, 别人也要养家糊口, 通过帮助别人养家糊口, 让我们自己也能养家糊口, 这是最完美的办法。 理查所说的, 彼此帮助就来源于这个道理, 你们要做的就是寻找一些像你们一样需要这个机会的人, 而且他们愿意付出比今天更多的努力。 大多数人今天已经在努力工作, 但是他们的努力并没有带来他们想要的结果, 这让他们感到沮丧。 同时有很多人也在撒谎, 他们遇到不幸, 陷入困境, 遭遇失败, 他们感到丢脸, 所以对你撒谎, 不愿意如实相告。 如果你问他们工作怎么样, 生活怎么样, 他们会说不错, 很好, 可是看着他们的模样, 并非如此啊, 我见得多了, 我自己也经历过, 听说过, 要跟他们建立良好的关系, 要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如果他们觉得你是来帮助他们, 而不是向他们做推销, 那他们就会自在很多。 擅长销售的人都不会给人压力, 我该如何帮助你, 你想得到什么。 如果你想要的我这里没有, 我会帮助你找到, 你可以把朋友介绍给我, 我很乐意帮助他们, 我能否成功取决于, 我是否能帮助你达成心愿。 这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情, 帮助人们找到梦想, 让他们自由自在地追求梦想, 鼓励他们, 安慰他们, 告诉他们, 你一开始的时候跟他们一样, 大多数的人不会把自己的感受告诉你, 他们感到困惑, 他们很害羞, 他们觉得自己能力不足, 他们没有自信, 他们身无分文, 他们都不会告诉你。 事实上, 大多数陷入困境的人, 都不想如实相告, 甚至吹嘘自己过得很好。 我有很多目标, 其中之一是每个星期的收入都能存到银行里, 后来我的目标变成每个月六个月一年, 只要我们坚持建立这个生意, 做到该做的事情, 我们的目标很快就可以实现, 久而久之, 你的烦恼就会变成存下那么多钱用来做什么了, 但是我的人生追求不止于此, 到了一定阶段, 你会发现帮助别人取得成功, 看着别人成功是一件更有意义的事情, 到了这个时候, 你关注的焦点就不再是你自己。 我爸爸喜欢跟我们谈成功问题, 他说你有多成功取决于你帮助多少人取得了成功, 那才是真正的快乐所在, 看到自己的孩子成功, 那是多么快乐的事情啊, 看到自己的孩子成功, 确实很让人快乐, 当你看到自己的生意团队开始取得成功, 看到团队成员有出色表现取得成功, 那才令人欣喜若狂, 那才是做这个生意的真正意义, 我们最大的希望就是看到你们取得成功, 当然你们自己必须全力以赴, 你要投身其中, 要阅读推荐书, 要听CD, 要不断地提高自己, 一旦你开始学习, 你就会激发更多梦想, 教育的本质就是激发梦想, 我们要教会孩子什么, 我们要让他们学习什么, 我们要教育孩子, 要激励孩子, 教他们如何创造美好的生活, 如何充分享受人生, 为此我们要用正确的方式教育他们, 如果方法得当, 我们的教育就会激发孩子们的梦想, 我爸爸并不是什么激励大师, 但是他热爱学习, 也热爱教别人学习, 他真的热爱教育, 我叔叔经常到我们家, 向我爸爸咨询讨教, 我叔叔是耶鲁大学的教授, 他也是一个好学的典范, 当他开始做这个生意后, 见到更多教育领域的人, 这些人没有什么野心, 但是却喜欢跟他讲人生道理, 他从事一个看业绩表现的行业, 所以他不想听那些人的意见, 有些人的话, 我们不必听, 在生活中, 我们会遇到好人, 也会遇到不怎么样的人, 在我小的时候, 我父母跟我说, 孩子们不要听到什么就信什么, 确实如此, 不要听到什么就信什么, 不是任何人的话, 都是可信的, 今年夏天, 我们举办了领导力活动, 现场有大约800个孩子, 在活动一开始, 我就告诉他们, 不要听到什么就信什么, 与此同时, 我们也要告诉孩子, 不要听到什么就怀疑什么, 我们自己有脑子, 我们要开动脑筋, 多做调查, 得出自己的判断, 最后, 我想强调, 我所说的一切, 都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我只代表我自己, 不代表公司, 也不代表你们的导师, 在结束之际, 我想向上帝祈祷, 希望上帝保佑你们每一个人, 不管是生活生意, 还是家人, 愿上帝帮助你, 找到心中真正的梦想, 明白实现梦想需要付出的努力, 愿上帝赋予你能量, 梦想渴望动力, 让你实现人生中的所有梦想, 我爱你们每一个人, 我希望你们拥有最好的一切, 如果你想成长, 想成功, 那你来对地方了, 如果你来了, 那就加入我们吧, 我们爱你们, 愿上帝保佑你们, 我们一起做钻石吧, 钻石, 我们来了, piece我们儿子上帝放 跟 non踏石 非常的来不准 到底颜礼 而且是 这个 Stock